第二个当节 Docker镜像管理 这个端节分为三个小节 镜像是什么 配置加速器 镜像常用管理命令 分为这三个小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小节 镜像是什么 镜像 它与传统的那种 ISO文件是不一样的 在Docker里面 它的一个镜像 就相当于是有多个文件 进行去组成的 那这种 这种呢是采用的是 分层的存储 这种分层的存储 主要的好处就是 方便的去对煤层进去复用 或者是减少磁盘的占用 这是它的好处 所以说一个镜像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文件 不再像我们之前那样 有一个ISO镜像 是吧 它就是一个文件 那这里Docker里面 是不是的 第二 它是一个软件环境 那一个镜像里面 它就包含了应用程序的 运行的环境 及应用程序的包 及它相关依赖 都是打到了这一个镜像中 所以呢 一个镜像 它就相当于说 是一个软件的环境 第三 一个镜像可以创建N N个容器 一个镜像可以创建N个容器 一个镜像呢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呢 类似于的模板 就类似于我们大家安装 操作系统一样 使用一个镜像 可以装很多台机器 你不管是装虚拟机 还是物理机 都可以使用这个镜像去装 都可以使用这个镜像去装 那么在Docker里面 这个镜像呢 你就可以使用一个镜像 去创建N个容器 道理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种标准化的交付 标准化的交付 那么镜像 也算是在容器时代的 一个新型的产物 我们现在就都是以镜像 作为这个交付物的 搁之前我们是使用 我们的交付物呢 就是每个英语成语 它产出这个包 来最终交付到 我们预定的环境上的 现在呢 都是以镜像来交付到 你预期的环境上 那这个镜像呢 它是不包含零零的内核的 它是一个精简的零零的操作系统 镜像里面是没有零零的内核的 它创建的容器都是共享的素主机内核 所以这个你是需要记住的 它是不包含零零的内核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镜像 它的体积是非常的小 这主要一个原因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零零的操作系统 这是镜像几个概念 你先初步的认识一下 等后面我们使用的时候 再回过来想一下 可能会很容易理解很多 在这里呢 你只知道说镜像就类似于一个模板一样 我们拿这个模板就可以 再起同样的这样的容器 那么这个模板里边你倒是 基于什么样的情况去打这个模板呢 就比如说我安装一个 它们开的打了一个模板 那这个模板就是镜像 那么我拿了这个镜像 就可以再起 很多个这样的容器 里边 进到这个容器里边 就是它们开的环境 我们安装好的 那它也是一种 这个标准化的交付 那我们在后面呢 都是以镜像 作为这个标准化的交付物的 这是镜像的